现在的天气坐在那里不动都满身汗了 气氛高吃饭都不带劲了 今天我们就不做菜了 包碗粥来吃一下 我们准备了一小块牛肉 半截的山药 还有一小把的芥菜 这个搭配非常适合夏天 准备一杯大米 先把它给洗一下 大米我们要先把它拿去给它包上 洗好的大米 我们给它滴上几滴油 加点油给它搅拌搅拌 这样我们包呢 它开花开得快 而且不易粘锅 取一个砂锅 我们提前包一锅开水 水开后再把这个大米给它放进去 大米下去后 拿个勺子给它搅拌一下 不要让它粘在锅底 好 现在可以把火调到最小了 拿根筷子 给它盖上锅盖 让它包着先 把粥包上后才来做这个食材 牛肉给它切片 这牛肉我们给它切大片一点 切薄一些 再拍上一小块的姜 切碎 把这牛肉片和姜末一起放到大碗中 这时候再给它淋上少许的花生油蒸香 用筷子给它拌一拌 其他调料都不用 这山药我们先把它的皮给削掉 去皮洗净后再把它拍成山药泥 这山药包粥它不单营养好 包出来粥又清香又滑 稍微给它剁一剁 最后再把这洗净的芥菜切一下 这个头部不要它 叶子呢 我们可以少来一点 再把它切小碎粒 直柴准备好 来看一下我们的粥 这些大米全部已经变成饭了 这个时候把火调大 先往里面加入山药 这个山药我们要给它熬一下 山药下去后大概包五分钟左右差不多 现在这个粥呢是非常的粘稠非常的滑的 好 差不多了 这个时候我们先把芥菜给它放下去 芥菜下去后 马上倒入我们的腌制好的牛肉 用筷子给它打散 牛肉打散后 马上给它调适量的盐 再整点胡椒粉 好 再次给它搅动一下 搅拌均匀就可以开吃了 温牛肉下去后 大概就是一分钟就可以了 不要包的太久 太久了 那牛肉它是不嫩 可以关火了 给它整上几滴 土榨花生油增香 这锅粥就可以开吃了 一锅营养丰富的山药芥菜牛肉粥就包好了 鲜甜回甘 清香滑嫩 天气以后不想吃饭时 就这样包上一锅 太完美了 喜欢后粥的朋友 记得收藏起来了